Morning,Morning,我是斐济的Daniel 今天呢我有幸被邀请到了一个斐济最著名的一个家具厂 来拍视频啊 如果对斐济的木材和家具有兴趣的 可以继续看我的视频啊 因为这个卖场是非常的大 OK,废话不多说,我们现在到卖场里面去看一看啊 好了,我们现在呢已经来到了这个家具厂了 这个家具厂呢是在这个南迪镇非常近的一个主干道上面 这里是这个南迪老托卡到这个苏瓦必经之路啊 叫南迪后路 我们到家具厂里面去看一看啊 好了,我们现在呢已经走进了这个家具厂的大门啊 这个家具厂的生产的家具呢跟其他家具厂是完全不同的风格啊 这个家具厂的老板呢是一个非常有故事的一个老板啊 他是来自于中东的黎巴嫩 这个老头在这已经待了40年啊 他就是一个从木匠学徒 变成了一个老师傅 最后变成了一个老板 他对这个木头的这种挚爱啊 所以说是力不从心啊 但是他做的家具啊一点都不老气啊 跟他的年龄完全是不匹配啊 他所有这个这个家具我今天上午看了一遍 全部是那种欧式的风格一点都不落伍啊 他做不仅是木材用的特别好 而且质量是特别特别的好 所以说他是整个斐济啊 最牛最牛的一个家具厂老板啊 而且他的设计的风格也是特别有意思啊 大家可以看得出来啊 他的风格不仅有中东的那些那种文化的元素在里面 还有斐济的元素 还有这个新西兰和澳洲的这些欧洲的元素啊 都在都参照在里面 我觉得这个家具这个家具厂的家具啊 生产出来的家具完全就是一个文化的一个大融合啊 真的特别有意思 当然我今天呢有幸拍这个来拍到这个家具厂的这个视频呢 我自己也感觉得就是自己自己挺幸运的吧 因为我的一个好朋友呢恰好认识他 跟他关系出的非常的好 所以说他同意了我在这里拍摄 你看前面的这个沙发我特别喜欢啊 非常有质感 非常有质感 这边来看一看 这个是 纯皮的啊 这里是 全是皮革 看这个 这个图腾呢就是具有寄居这个斐济风格的这个花纹啊 非常的漂亮 我们到来前面来看一看啊 这一款这个黄色的我也特别喜欢 做起来我刚才试做了一下感觉特别舒服 看看这些木头 再到这边来看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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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这个家具呢是除了板凳椅子还有床还有躺椅 一应俱全啊 全部设计都是这个老板啊 这个老板非常厉害 他的年纪虽然很大了 但是他的这个设计风格一点都不落伍 不仅是有这个老式家具的那种保守的元素 还有呢 现代家具的这种元素也是参差在里面 如果说你家里面是这种新装修的房子放在里面的话 依然都不会显得很老套啊 这是小孩子的床 哇这个床就极具这个印度风格啊 我猜想 虽然我没有看过印度人的床啊 在那个电视剧里面看过 这个床很有意思啊 全是实木家具加软包装啊 当然我不懂家具啊 希望看我视频懂家具的人呢 嗯 来帮我就是指点指点 让我下次来拍摄的时候呢 拍的更好啊 更加专业 好了我们刚才已经到这个家具厂的这个卖场看了一遍啊 但今天我来拍视频呢 目的不是为了让大家来买这个家具啊 主要是呢 我想给大家告诉大家一个信息 这个家具厂的老板呢 他年纪比较大了 他本来是 虽然是 中东的一个人 但是呢 他的这个户口 还有他的老婆 他的孩子呢 都在那个澳大利亚 因为他的年纪越来越大了 所以说他就想把这个卖场 整栋房子 还有这块地 全部卖掉 他呢 他就觉得这个中国人嘛 很有钱嘛 所以他希望我拍一个视频呢 看 中国如果说是那些比较富有的人 而且是做家具厂做的比较大的老板呢 可以来看一看这个卖场 这个呢 这个卖场的这个 他的市场已经是非常成熟了 他在斐济已经做了40年了 真的是如果说经济条件比较好的话 能拿下这个店铺 店铺继续做这个家具的话 那是百分之百的赚钱 百分之百的发财 可惜我们只能看到这些赚钱的机会啊 自己是没有这个经济实力把握 因为这里的就是两三套家具 可能我都买不上 但是如果说经济条件好 能买到这种房子的话 那是真的是太划算了 好了我现在呢 随着我的视频 随着我的镜头呢 我们到这个卖场的楼上看一看啊 这个卖场的这个楼梯 都是全实木的啊 看看这些 这个多好啊 这些木头真的太漂亮了 虽然我不懂木头啊 但是从这个外行看起来 都觉得是特别漂亮啊 这上面呢是它半成品啊 做的半成品 还有很多 都放在上面 全是实木啊 而且这些木头 我不知道看我视频的人 能不能认识这些木头 好木头 全是好木头 现在呢我们来到了这个房子的二楼啊 它现在呢这个房子是特别的大 你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这一半啊就有八个房子啊 这再加上这边是一个它设计的一个办公室 每一个房子的话 每一个房子的话 它都可以隔成一间一间的 现在呢修到一半 他停工了 他年纪实在太大了 想离开了 没有精力再经营了 但是呢这个这个老头特别有意思啊 希望有一天 谁愿意来看这个房子的时候呢 认识这个老头啊 这个老头特别风趣 话也特别多 非常热情的一个老头 看啊这个每个房间都是一样大的 而且特别的宽敞 当时呢这个老头跟我介绍的是呢 就是这个位置呢 他准备设计 可以设计成一个 这个厨房 小厨房 这里面呢 可以设计成这个一个卫生间 一个大的房间 那么这些房子呢 可以全部装修成做民宿啊 但这个投资可能也不小啊 所以说他呢 找到我呢 就希望我介绍中国的老板 他认为这个中国老板 经济条件 经济实力是比较雄厚嘛 所以他希望通过我的视频呢 来就是看能不能找到这个中国的大boss 就是大老板能收购或者是租用都可以 看啊 我们来看看啊 每个这个房间啊 都是一样大的 看 多通透啊 多漂亮 这里呢就是卖场的另外一侧了 这里还有这么多房间 我天啊 这儿 这里还有一二三四个房间 这边还有四个房间 我的天哪 好像有二十几个房间啊 看看 好了我们带到楼下看一看啊 哇 它全部兑满了木头啊 楼上和楼下看样子是一样的面积 而且结构也是一样的 哦 哦 这里看到没有 还有这么大的面积啊 这个真的是需要大老板啊 真正的大老板 不知道有没有朋友认识这些木材啊 我是一个木头不能这个老头呢 说这个木头很好 他特别痴迷这个木材啊 是一个疯狂迷恋木材的一个老头 这些电力啊 这些全部都安装完了 好我们从这再上楼啊 好了我们现在到了这个卖场的上面 可以整体观察一下观看的 这个卖场的总体结构啊 你看 这个多大 好了我呢 刚才拍完了这个房子的里面啊 我想带大家看看这个房子的外面啊 这个老板呢 在这经营了整整40年了 他现在呢 确实是年纪大了 他也无力经营 所以想把这个房子呢盘出去 当然可以出租 也可以整整块地和房子一起卖啊 不过说实话 像他这么大一块地 这么大的房子 而且有这么大的一个生意 要向这个本地的斐基人和印度人来购买的话 我觉得实力是肯定是不够的 是很难拿下这块房子的 确实呢 在中国可能会有更大的老板 有可能 有实力的可以买下这顿房子 所以说呢 他一再的是希望我呢大力的在中国给他推荐 而且这个老头特别有意思啊 他是 但是他告诉我他特别喜欢中国人 他说他在那他而且跟我讲了一个故事 他说在这个国外的新闻联播里面呢 总是说新他们那些新闻里面说中国不好 但是他亲自去了中国以后呢 他觉得中国人特别好 他特别喜欢中国人 当然 这 反正他就不停地说他很喜欢中国人 很喜欢中国人 所以说中国人呢给他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 而且可能是 让他觉得这个中国人特别富有嘛 所以呢这个视频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在朋友这些传播一下 也许有这样的需求 可以来看一看 当然这个是需要一个 真的很大的一个老板才能谈下来 好了我是肥鸡的Daniel 如果喜欢我这些这期视频 请给我点赞啊 Mori